三十歲的相關科徵 這個搞不好不要說 這個吳敦宇講的負子旗旅 根本是一個牛頭馬面的一個法案 吳敦宇說七十歲名 法案的內容 搞不好弄到最後根本七十歲 連150億有關打房的稅收都收不到 這個也有可能 所以這個配他到底是怎麼做 到底具體的內容到底是什麼 這個恐怕是相當正義的 那第二點 吳敦宇他在講說什麼負子旗旅 其實這要講二代健保 原來二代健保是根據交所的科徵 行政院送到立法案 你不然他該跟面部結婚 還把衛生署署長打錢 還要上這行政院 還出來 已經不是二代健保 反而是一個比一代健保要倒退的一個法案 所以你說這個奢侈稅相關的法案 到底最後出來到底是什麼 這個還未定之天 那第三點我要強調的是說 解決貧富差距 或者青少年購屋的這個問題 用奢侈稅這種方式 是殺牛用雞刀啦 你根本沒有辦法解決青少年購屋的問題 否則你假如要解決貧富差距 你包括個人所得稅科增的急劇的問題 或者是說資本利得稅的科增 或者是房屋交易所得稅 土地增值稅等等相關的這個稅收 這個才是一個配套完整性的一個做法 否則你有關這個奢侈稅 你才科增150億左右 關這個房市的這個部分 大家不要忘了 2008年 國民黨當時主導通過什麼法案 降低移證稅 移證稅降低多少 降低200億耶 政府的稅收 為了的移證稅 這個是有關所得比較高的這個部分 就降兩百億了耶 所以你再補一個150億的這個稅收進來 對政府有什麼好處 沒有錢有好處嘛 所以你從前年的稅收 政府短收2000多億 去年的稅收短增500多億 你可以看得出來說 有關奢侈稅的這個部分 對政府的稅收的貢獻度是很低嘛 那更何況 為什麼會炒樓 為什麼會炒樓 為什麼這個台灣的房價那麼高 是熱錢嘛 所以你記不記得2008年財政部長 李肅德他在講什麼 他說啊 這個我們移證稅這個降低之後啊 這個在國外的這些錢就會進來 資金會被淋 結果進來是什麼 進來是熱錢嘛 炒股票炒房市 去炒房嘛 所以我從這個央行調出來之後 國際熱錢的相關的這個外匯存體 年增率是突破百分之十嘛 所以冷清礦高尼 當然冷清漲泥 國際熱錢一直源源滾滾的不斷的進來啊 那再加上美國這個刺激房貸的一個風暴 美國人開始印美金嘛 美國人印美金 人民幣不升值 所以要加印人民幣啊 那台灣呢 印新台幣啊 所以你貨幣供給年增率大幅增加 在2009到2001年 你看這個年增率是增加很多嘛 所以新台幣也增加嘛 所以貨幣供給增加的一個情況之下 會怎麼樣 當然物價會上漲啊 這些熱錢進來 當然是去炒樓啊 所以炒樓房價的這個問題 我窮人買不起房子 是誰的責任 當然是政府的責任 是國民黨的責任啊 所以你牛刀 你要殺牛 你用一個雞刀 差不多一百幾億的奢侈稅 根本對解決房價 或者是相關炒作 一點幫助都沒有 我們很擔心喔 政府無能之外 會不會也無心去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休息片刻 馬上回來